美股波和华尔街专利 大家好 我是米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昨天盘后 英伟达发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 之所以咱们今天夹更一期来分析英伟达 主要是因为 他的这份财报实在是太重要 说是近三年来 最为重要的一份财报也不为过 之原因 我先不说 先给大家看两组数据 这张图是英伟达总收入的表现 而这一张 则是英伟达利润的表现 我相信不用我说 咱们各位看官 自己也能够感受到 本季度 英伟达的各项表现 都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老观众都了解 英伟达是我个人非常看好的一只股票 看到这样的表现 我这张大脸也是准备好了 不过我既然敢看好 那我也就敢分析不同的角度 观点的碰撞 才是投资最过瘾的地方 所以在挨打之前 我得先跟各位看官 好好的把英伟达这次财报 给掰开了揉碎 咱得知道 他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真的有数据展现的这么糟糕吗 在这样一份财报后 我们是应该彻底抛售呢 还是应该趁机抄底呢 相信你看完本期英伟达的深度分析 你的心中也一定能有一个答案 其实英伟达自己也知道 他的这次财报表现拿不出手 所以在两周前 他就已经对于本季度的业绩 做出了一次预警 有点像考砸了的好学生 出份前到处跟别人说自己没考好 在预警出来的那天 英伟达的股价就已经暴跌了9% 不过昨天财报出来后 好学生的嘴脸暴露无遗 情况虽然确实也不咋地 但是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股价在今天还上涨了4.01%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 英伟达本次财报的整体表现 本季度英伟达总营收为67亿美元 同比仅增长了3% 远低于此前公司指引的81亿美元 跟上个季度的83亿美元相比 环比下跌了19% 在本次收入断崖式下跌后 公司连续8个季度的环比增长 最终被打断 而且更糟糕的是 这种情况似乎还会持续下去 公司给出的指引中 下季度的营收只有59亿美元 不仅低于市场预期的69亿美元 而且和这个季度的67亿美元相比 还要再下跌12% 同比下跌的幅度为17% 除了营收表现外 市场最关心的就是英伟达的毛利率 毛利率的高低能够反映出 一家公司的行业地位 护城河以及增长的潜力 在芯片这样极其看重技术壁垒的行业中 毛利率就意味着一切 对于英伟达来说 光看数据我们能够看到 本季度它的毛利率只有43.5% 这对于已经多年毛利率维持在60%以上的英伟达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 不过深挖本次毛利率下跌的原因 情况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糟糕 这次毛利率的下跌跟公司的一个12.2亿美元的一次性库存减值有关 库存减值就是说 英伟达手里面卖出去的芯片没有以前那么值钱了 所以他们把芯片的价值做了一次下调 这跟短期的一些市场波动有关 算是个意外事件 可以确定的是 这种情况不会一直出现 如果刨去这部分意外减值 英伟达的毛利率还是能够维持在61.7%的 虽然将前一个季度的65.5%有所下降 但是至少没崩 另外公司预计下个季度的毛利率将会回升至62.4% 可以看到问题是确实已经出现了 尽管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但是谁也不会没事下调和库存玩玩 即便是刨去了这部分影响 营收和毛利的下降也是有目共睹的 难怪他要提前两周就给市场打预防针 你还真别说 这预防针效果打得还不错 市场现在确实已经消化了这样的业绩下滑 本次财报出完后还实现了上涨 那么好学生英伟达 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困境 导致他如此风声鹤唳呢 又是怎样的转机让市场对其转变了看法呢 接下来 美头君就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本次财报背后反映出来的重点 在我把这份财报掰开了揉碎之前 美头君要先特别感谢一下 长桥海豚投研团队对本次视频的内容支持 长桥海豚投研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 对于美股公司提供深度分析和紧密追踪的投研团队 这篇英伟达的财报分析 很多内容都来自于长桥海豚的研究 除了英伟达之外 他们对于微软 苹果 亚马逊 Meta Airbnb Unity 等众多美股明星公司都有及时且深度的解读 我和海豚投研的负责人是好朋友 他们的内容我个人是非常认可的 这期视频不公立 我也没恰饭 单纯是推荐好的内容给大家 如果你对于这样的深度分析感兴趣 可以关注他们的 长桥海豚投研的微信公众号 那里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链接我已放到了下方置顶评论中 感兴趣的客观 欢迎关注 好 咱们言归正传 在拆解英伟达的财报之前 咱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英伟达的业务逻辑 英伟达这家公司 相信不少投资者都很熟悉了 它是全球最领先的芯片公司之一 公司的芯片 不仅可以用于游戏显卡和数据中心等传统领域 也可以用于自动驾驶 AI 元宇宙等新兴领域 只要是对数据计算有需求的地方 就都能看到英伟达的身影 关于英伟达这家公司的投资逻辑 我们要从传统的芯片和显卡这种思维中脱离出来 它实际上提供的不是具体的芯片 而是算力 游戏也好 人工智能也罢 它们需要的都是超强的算力 我们可以将英伟达的投资逻辑 简单的分为 算力基本盘和算力未来这两部分 算力基本盘是公司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 占公司收入的八成以上 包括游戏业务和数据中心业务这两部分 其中游戏业务主要以GPU为主 也就是咱们熟悉的显卡 不过近年来 大家发现它可以用来挖矿搞数字货币 所以也产生了不少新的需求 而另一部分 数据中心业务主要是给企业和大规模客户 提供的高性能算力支持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应用就是云计算 而另一大部分 算力未来 则是英伟达在新兴领域的布局 虽然目前占比还比较小 但每一个概念都是万亿级别以上的市场 包括自动驾驶 元宇宙 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 目前来看 这部分业务的未来上限很高 英伟达也处于极度领先的行业地位 不过 这是这家公司的长期投资逻辑 但短期内 他们能为英伟达提供的营收占比还很小 所以我们现阶段分析这家公司的重心 还是会放在它的算力基本盘上 这次英伟达财报之所以表现不佳 最大的问题也是出在了这个算力基本盘上 其中有以游戏业务的表现最为糟糕 在上个季度中 英伟达对自己游戏显卡业务的评价是增速趋缓 但这个季度他们可不敢这么说了 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前几个季度 英伟达的游戏显卡业务还能保持30%以上的增长 虽然增速有放缓的趋势 但也算是高速增长了 可是到了这个季度却直接掉头向下 从原来的增长31%变成了下降33%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的开始不打游戏了吗 显然不是 虽然游戏行业确实在最近出现了一些放缓 比如显卡最大的应用领域PC端 二季度全球出货量同比下跌了14.7% 但是这只能解释一部分的下跌 也是英伟达上个季度就已经预料到的情况 并不太让人意外 真正让所有人包括英伟达自己都大跌眼镜的 是数字货币在二季度的崩盘 这导致用游戏显卡挖矿的需求大幅降低了 挖矿和游戏一样都有极高的算力需求 因此英伟达的游戏显卡有很大一部分被币圈玩家用来挖矿 而挖矿的需求和游戏需求可是有很大不同的 人们用游戏来填充自己无聊的闲暇时间 这一点上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相对有限 总是有那么些人花那么多的时间在游戏上 毕竟像美特军这种 没日没夜的为各位看官做视频的人还是手术 看在这份上 大家是不是得多给视频点点赞呢 游戏的需求不会大起大落 但是挖矿可就不一定了 显卡对于矿工来说就是个生产工具而已 而如果生产不赚钱甚至亏钱的话 那么也就没人会买生产工具了 不仅不会买 还会把手中已有的工具转卖给游戏玩家 进一步降低游戏领域的显卡需求 而现在英伟达的显卡正是遇到了这种情况 自去年年底以来 数字货币就进入了熊市 尤其是在第二季度中 币价经历了三轮大跌 就比特币为例 它的价格从48000美元一路下跌到2万不到 这显著降低了显卡的需求 可能有人会说 挖矿需求会随着币价的下跌而下跌 这个我都知道 难道英伟达自己不知道吗 关于这一点 管理层在财报会议上表示 他们承认币价的下跌 的确对于显卡的需求有一定的影响 但他们也表示 币圈变化对于公司的影响根本无法量化 他们也无法预测币价的走势 所以公司无法根据这一点给出未来的预期 关于挖矿的需求 对于英伟达的影响 我是这么看的 去年英伟达股价的上涨 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币价的飞升 导致了挖矿需求上升 如今挖矿需求下降了 我们也不该忽视 它对于英伟达股价的负面影响 但是长期来看 我认为挖矿的需求 并不会在英伟达的投资逻辑中 占据太重要的地位 首先 从长期来看 游戏显卡业务所占公司的比重 会越来越低 它的营收占比 已经从原来的几乎全部 下降到现在的一半以下了 游戏显卡的战略地位 正在不断下降 而其中挖矿需求 更是会进一步的被弱化 另外 公司自己的长期规划中 压根就没有把数字货币挖矿 放入在内 针对挖矿所做出的设计调整 也只不过是想让矿工 别耽误游戏玩家用上显卡而已 所以 对于这部分业务 我认为 咱们投资者更应该关注的 是PC市场的需求 和游戏行业本身是否在快速发展 而非数字货币的短期影响 另外 除了需求本身以外 经销商囤货销售的模式 也加速了本季度 应伟大的炸雷 在去年的旺盛需求下 500美元左右的 RTX3070系列显卡 零售价一度被炒至 1000多美元 然而 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 PC市场和数字货币市场 逐渐出现萎靡 这直接影响了 经销商的零售价格 自2022年以来 显卡市场的多款产品 降价幅度都超过了50% 不少产品已经跌破了 建议的零售价 由于显卡价格的下跌 大幅挤压了经销商的利润 所以这些经销商们 也没有兴趣 再找英伟达提前订货了 这导致英伟达本季度的出货量 大幅的下跌 下图展示的是英伟达 过去五年的存货周转表现 存货周转指的是显卡库存 卡在公司自己手里的天数 这个天数越大 说明卡的时间越长 就意味着公司的库存积压问题 就越严重 可以看到 从今年年初开始 英伟达库存积压的问题 就在不断的加剧 管理层也表示 去库存的问题 在未来一段时间 依旧会是公司最主要的问题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黄仁勋在公司财报会议中暗示 英伟达会在下个月的GTC大会中 发布一个新的产品 并称他会给整个游戏生态 在未来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时间内 带来全新的基础架构 我猜黄仁勋大概率讲的是 下一代的旗舰产品 RTX4000 在两年前 RTX3000发布的时候 就引发过一次抢购潮 而RTX4000的发布 也许会加速 英伟达解决库存的问题 分析完游戏显卡的业务 咱们再将目光转移到 英伟达最重要的增长引擎 数据中心业务上 这部分业务 是英伟达估值提升的主要动能 所以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它也最为关键 本季度数据中心业务 实现总营收38.1亿美元 同比增长 依然高达61% 由于游戏业务过于拉跨 本季度数据中心的营收占比 首次过半 成了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 不过和上一个季度相比 数据中心业务也看到了一些 后劲不足 只增长了1% 公司解释称 虽然北美超大规模客户 和云计算客户的销售 依然在增加 但中国的销售额 受经济状况的影响 出现了下降 数据中心业务 与云计算行业的发展 息息相关 从最近发布财报的 几大云计算公司的业绩上看 云计算行业 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 依旧表现非常坚挺 这跟云计算能够提高运营效率 为企业省钱的本质有关 但是本质再厉害 也逃不过经济下行的大趋势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亚马逊 Facebook等美国科技大厂 都开启了裁员模式 并且还不约而同的 在收缩开支 随着经济进一步的放缓 可以预计 这些大科技们 还有下调资本支出的可能 如果这个情况真的出现 那英伟达数据中心业务的增长预期 也存在下调的风险 不过 至少从本季度 几家大科技的财报来看 目前这个担忧 还没有体现在实际的数据上 对于数据中心业务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相对合格的表现 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 数据中心业务增长略有放缓 在预料之中 能够实现这样的增长表现 也算实属不易了 可以看到 这部分业务的增长 依然非常强劲 未来数据中心业务 肯定还会在 英伟达的投资逻辑中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而随着云计算行业的继续发展 以及英伟达本身算力的护城河 这部分业务的确定性 依然很强 投资逻辑没有发生改变 最后 咱们再来花点时间 讲讲英伟达的算力未来 也就是它的汽车和可视化业务 本季度汽车业务的总营收为 2.2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44.7% 这些增长主要来自于 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驾驶舱 解决方案的收入 汽车业务是公司本季度 超预期增长的一项 创下了季度的历史新高 英伟达的自动驾驶产品 NVIDIA Drive 也在跟Lucid 比亚迪等公司合作 并且应用场景 也从原来的乘用车 扩大到自动驾驶出租车 再到运输卡车 等整个运输行业中 随着自动驾驶等应用的 持续渗透 汽车业务有望成为 公司未来新的成长性 不过 这一块业务对于公司的收入贡献 目前只有3%左右 短期内还难以扛起业绩的大量 另一块可视化业务 本季度的表现就不尽如人意了 该业务本季度营收 4.96亿美元 不仅和去年同期相比 下跌了4% 也下跌了20% 同样的 该业务因为占比比较低 对于股价的影响相对有限 在可视化业务上 英伟达在本季度宣布了一些新产品 包括Omniverse阿凡达云引擎 这是一个云原生的AI模型 用来还原最真实的VR场景 另外 公司也在二季度中 开始了对于元宇宙开元语言的研究 Universal Scene Description 未来有望成为元宇宙的基础 对于算力未来这部分 我必须要承认 我之前高估了 它对于英伟达估值的影响 确实 自动驾驶和元宇宙 对于算力的要求很高 英伟达目前看来 也是唯一可以提供这样算力的公司 但是 这两个行业还处于发展的初期 何时能够给英伟达提供业绩上的效果 目前来看 还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在市场环境不佳的大背景下 这种不确定性强的业务 对于估值的负面影响是比较高的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我们当前的重心还是应该更多的放在英伟达算力的基本面上 而目前来看 英伟达的算力基本面确实遭遇了困境 这主要体现在了游戏芯片需求的下滑上 而这又是由于PC需求下滑和数字货币挖矿需求下滑 这两点导致的 如果你看了上期 我对于芯片行业周期性的分析 你就会了解 现在英伟达所经历的情况 就是典型的周期下行的表现 只不过它被经济下行的周期和币价崩盘给放大了 其实在19年的时候 英伟达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曾经在一年的时间内 它的营收都是负增长 这正是因为芯片处于下行周期 同时数字货币也处于熊市中导致的 当时的英伟达股价也下跌了54%之多 后来经历了一年的时间才重回高点 本次芯片周期的下行始于今年的年初 可以预计 未来一段时间内 周期大概率还会维持下行 不过既然是周期 有下行就一定有上行 芯片需求的回升在我看来是一定的 如果你能在上一次周期底部坚持持有 那么到现在 即便是股价低位 也已经翻了4到5倍了 长期来看 科技进步对于算力的需求会不断的增加 整体来看 它的上行趋势确定性是很强的 英伟达在提供算力上 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基础设施 而且细分赛道上具有很强的垄断性 我认为 短期的需求疲软 并没有改变它的长期投资逻辑 一旦芯片周期转入上行 英伟达也会是行业内最能吃到利好的公司之一 而股市往往是先于业绩做出反应的 英伟达的最佳投资机会 往往就是发生在芯片周期下行的过程中 所以说今年下半年 英伟达这家公司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如果你喜欢美头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